介紹一個葉子形狀的墜子 我們首先先編裡面的這一圈 這一圈我們用20G的線 20G的線20公分兩條 再28G的圓線 那我們首先這個20G的圓線 一條我們由中間處取中間處 用工具尾端的地方 要把它夾緊 再把它拉開 那就會有一個幅度 好 那稍微手稍微調一下那個幅度 然後另外一條20公分的20G線 我們只要稍微的用手 不要用工具 折一個 就是做一個 橢圓形的形狀 這個尖端的地方 中間處用手就好 不要用工具 因為這樣不會折得那麼死 那 這樣子它就會 兩條線擺在一起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 內外圈的差距 那這個幅度要先稍微做一下 用這個手指頭的指腹來拉這個線 讓它有一點點那個幅度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線稍微的調一下 那這個長度 這裡的長度的話 這個從頂端下來 到這個尖端的這個地方 大概是4公分左右 就從這個 但這是外圈的部分 其實這個都可以啦 只是說 如果你做的比較大的話 就要編比較久 大小都可以 我們要一定說要幾公分 如果你這個交叉點 越上面 就 作品就會越大 那你把它交叉點小 它就會小 這個交叉點比較低一點的話 它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那我們先 大概抓一個 這樣子 因為你一邊做 還要稍微再調整一下 那這個28G的線 我們取中間點 然後 由這個 中心點 一樣就是這個20G的 中心點的位置開始編 那我們先繞單線 先繞五圈 如果你要讓它那個距離寬一點 你就多 就繞五圈 如果你不希望那個距離 那麼大的話 那就繞三圈 好 我們現在編的是這個位置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間斷的這個地方 那繞五圈是指這個兩條線的 這個繞單線的地方繞五圈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兩條線編的 兩條線的線編的方法 好 那我們的編制的 我們編制的 方式是從這個 內圈的這一個 中心點開始編 那28G線 我們從這個中心點開始編 編五圈之後 繞兩條線兩圈 再編裡面的這條線五圈 然後再兩條線兩圈 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一側編好了之後 再來編另外一側 所以28G的線要從中間開始編 不可以從圓頭開始 就是要留一半 留一半編第一側 再另外一半再來編第二側 那開始的時候一樣 也是要編五圈單線 再兩圈雙線 再五圈單線這樣的方式編 我們已經編了單線五圈 之後我們要把外側的這一條線拿進來 並起來 並在一起 那現在是要一起編繞兩條線 外框跟內框一起繞兩圈 一圈 現在一樣要確實有拉緊 那現在已經確實的繞了兩條線兩圈 那接下來就是編單線五圈 內圈內框的這個編五圈之後 再兩條線一起編兩圈 最後我們是要在這個 飾品的最中間的這個地方頂端 我們要放一顆水晶 所以我們在編的時候也要稍微的比一下 這個形狀不要讓它跑掉 我們要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要稍微一邊編的時候 那如果你有覺得這個內框的線有稍微拉扯到 就要再把它調回來 這個如果說交叉點低一點的話 那這個水滴就會比較下面 比較下面 那如果你這個交叉點放的比較高 那就要編比較久 那這個中間也會顯得比較空一點點 所以比較不建議 所以可以稍微這樣子拉一下這個線 然後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像這樣子就比較小 我們就再繼續編 一樣就是繞內框五圈 然後再內外框一起兩圈 地方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這個交叉點 這個符節要跟尾端的這個是要這樣垂直下來 就是它要一直線 不可以交叉點斜一邊 這樣視覺上效果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像這樣子第一側我們已經編好了 那這個上面頂端的這個交叉點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稍微用手拿著一個角度做一個記號 那第一側編到這邊我們就先放著 另外的這一側我們一樣剩下的這個28G線也是有一半的 那在這裡一樣繞這個 因為它是在中心點 所以我們一樣要中間的地方 我們要讓它先有繞三圈 然後再來這邊五圈 然後就等於是總共要繞單線內框七圈之後 再兩條線一起編兩圈 就比照這邊的第一側的方式一樣 只是在這個中間起點的地方開始 第二側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先編內框七圈 再兩條內外框一起編兩圈 這樣子的方式 目前我們已經將這個線 已經繞到這個頂端的位置了 兩側都是 那建議各位在結束的時候 要停留在這個單線的繞線的時候 不要再停留在繞兩條線的那個位置停下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的話 就是都是剛好都更繞完五圈 那兩條線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這個 這個頂端的這個地方目前是開著 我們要把它閉合起來 那一條線往上 我們自己的方向繞兩圈 那另外一條線 往外 先往外 再往內 兩個線是不一樣的方向 繞兩圈 好 那就會結束的時候 這個有一條線 讓一條線在上 一條線在下 那現在我們要一起來對穿 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往背面穿過去 這一條線 往背面穿過去 這一條線 往背面穿過去 然後我們稍微的這個線 要在這個頂端的地方稍微再繞一圈 那也是讓線是不一樣的方向 再回穿一次 再回穿一次 正面往背面 那 那 背面往正面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把這個水滴已經固定上來 那這個線這裡 就是等一下我們會用最後結束的時候 用線去做造型把它遮住 你只要確定這個水滴珠是有固定好就好了 那也可以再補牆一次 我們可以先將這兩條線做結束 那不可以直接剪掉 一樣 我們要來繞這個 靠近它的這個位置的 其中一條線 繞兩圈 或是三圈 這樣子 我們再來把這個線 剪掉 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OK 這個線比較不容易鬆脫 那 一樣 另外一條線也是一樣 找一個 比較接近它的點 然後 然後 這個線 繞一下 這樣子 我們就已經先把這個水滴珠 固定在這個內圈 就是整個已經完成的兩條線編織的配件上面 然後現在把這個線編織的配件